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本来铁观音的内馅是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但是我们今年不一样就是我把它的供糖包在我们鸡蛋糕里面 然后把铁观音的内馅把它挤在外面 变成sauce的概念 然后再撒上一些那个供糖的碎碎 所以这样子就非常的有味道 对然后再搭上我们的铁观音奶茶茶豆奶跟清茶 对这样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还有40商圈的飞机饼干蜡烛主打童年情怀也很吸睛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的主要主题就是时光的旅行 那所以说就是想说有一些复古的元素 那就是觉得小时候的这个小飞机其实真的童年的回忆 对所以说就这一次把这个活动 这个小飞机把它放在里面这样子 第八届台北商圈嘉年华台北生活季 将从9月29号到10月1号 在花博公园热闹登场 由27处商圈75摊特色店家 带大家一起感受属于台北的经典与潮流 商圈嘉年华从105年举办到现在 我们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突破跟创新 那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过去商圈往往都是单打独斗 那现在既然我们有了商圈的嘉年华活动 我们就希望有更多的商圈彼此之间 能够有一些意义的结合 去提高商品的特色 去创造不一样的讨论度 所以今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发想 比如说刚刚大家在会场上看到的 把传统的贡糖跟鸡蛋糕 还有我们猫空的茶来做结合 变成一个很特别带着茶香供糖香的一个鸡蛋糕 就透过这样不同的意义的结合 去赋予传统的商圈的特色的产品 有更不一样的新的氛围 那去增加大家的讨论度 也增加市民的新鲜感 延续去年广受好评的做法 商圈业者开发出13款中秋主题新品 及3款意义合作商品 邀请民众纠团来尝鲜 除了把商圈特色各自来呈现之外 我们还特别的辅导 让商圈透过他们的一些 呈现出来的商品的特色 我们协助他把它做一个整线 那特别我们还帮他协助开发一些 商圈的一些新品 那这里会把本来商圈的特色产品 更加的一个凸显出来 那也有跨商圈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新品跟相关的一个整合的 一个跨域的一个合作 那总共呢 以新品来讲 跟我们的各自商圈的合作 有达到13项的比较之多 那更有一些相关商圈的一个特色的呈现呢 这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来欣赏 9月30号 还有一日限定的 时光星空野餐趴活动 现场可欣赏三米高 巨型月亮造型气球 及精彩的音乐表演 让参加民众在月光映照下 感受融融的佳节气氛 今年的商圈嘉年华呢 也特别推出了一个 时空的一个星光的野餐趴 所以呢也欢迎民众呢 可以先到我们台北市的一个 商业处的粉丝页里面 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资讯 那当天晚上 就是我们中间晚上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在现场 可以报名成功之后呢 也可以购买到我们 所有的商圈的一个新品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 享受到 只要一个野餐趴里面 就可以有活动 然后也有可以享受到 我们的新品 甚至还有一些 音乐的表演舞台 在当天的下午呢 就有一个野餐的一个氛围 那可以欣赏到 除了星空的月亮之外呢 我们现场还有一个 三米高的一个月亮 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同欢度 活动期间还有 风那制作等12种手作DIY 民众只要在活动现场 达成指定任务 还有总奖值 超过300万的现金抵用券 iPhone14 及PS5游戏机等 大奖等您抽 邀请民众中秋年假 到原山花博公园 体验台北商圈的无穷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酒精会影响驾驶人用车 而药物也可能影响驾驶人的 行车精神 增加行车的危险性 趋势民意调查发现 多达三成五的驾驶 几乎每个礼拜 都会服用至少一种 可能造成危险驾驶的药物 药物驾驶造成的交通伪害案例 可能比你我想象中还要多 趋势民意调查发现 有多达三成五的驾驶 几乎每周都有服用 至少一种可能造成 危险驾驶的药物 但药价的观念 却并未在民众心中普及 台北市联合医院针对交通安全药物 分四等级宣导 近期也与台北市药师工会合作 将重要概念带入社区药局 希望能够提醒更多驾驶人 药物与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保障市民安全 不是只有酒会影响到 还包括很多的 比如说安眠药 刚才黄理事长也提到 很多的相关的 比如说相关的药物 不是只有会影响到 中生经的判断 还包括可能视觉、感受等等 都会下降 这些用药的安全 相关的人如果因为有这样的药物的作用 开车上路就相当的危险 不过在去年 去年台北市医生局开始办 所谓交通安全用药的一个宣导计划 那我们当然透过我们强力的支援 就是我们台北市医研合医院 小总院长这边带领的团队 来执行这样的计划 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联合医院 跟卫生局就可以的 还是要透过我们台北市 药师公会的各位伙伴 各位药师的社区药局的协助 那才有办法来执行这个计划 那我们培训了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安全 用药安全的一个宣导的一个讲师 那透过这样的教育的活动 我们希望广泛的宣导给我们的士领朋友知道 不是只有酒才会影响到判断力 才会造成酒驾 相关药物的使用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用了药之后 可能会影响到相当相当多的层面 会让人的判断力下降 会让人的感受会变差 那这样子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的后果 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这一件工作 当时我记得我走神经外科医师的时候 当时大家想说 全国神经外科医师没有多少人 那时候我考上专科医师的时候 嘉义林中和光安家会就五千万台币 先去你去跟他签约 你愿意下嘉义去服务 那到了这个酒厕做得很好的时候 神经外科医师几乎快失业 真的是快失业了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让这个 交通的用药安全做得好 我觉得神经外科还是有很多应力可以做 那也非常的感谢卫生局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实施这个工卫计划 那让今天这个议题能够一直往前迈进 台湾服用药物造成死亡 是我们台湾在交通意外死亡占第八名 每年应该有三千多位 但要使用药物又开车造成死亡 应该占了10%左右 所以每年在使用药物开车 应该死亡的部分有三百多人 过去政府对服用酒精类有大量的宣导 一般的民众都知道酒货不开车 但服用药物开车 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宣导 我认为做的还不过彻底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还有联谊中心 还有台北市都是工会 针对民众使用药物 不开车可以在派记者会 我们把药品分成零到三级 所以有安全的也有危险的 包括刚才提过的一些精神科的用药 或是一些镇静安眠的用药 甚至有些眼科用药 各位如果有点过散瞳剂也会知道 点了散瞳剂大概这一天绝对不能开车 整个是一片模糊 所以很多药物都会影响我们的生理 当然也可能影响到你的开车 影响到自己的安全 影响到行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重视 在药物治疗下 药物治疗下怎么样是能够安全的驾驶 怎么安全的驾驶 那也希望说让我们的药师 能够成为健康的守护者 拉芬琪定好了以后 我们培养了一些种子的老师 他们到各个场地去演讲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个药价的概念 能够设置到民众的心里去 所以当然靠任何预言该不够 我们也谢谢卫生局 他全力的support这样子的这个计划 那我们未来我们希望能跟药师工卫合作 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种子的训练的老师 那他们可以到深入到一般的民众去味教 包括其实65岁以上 我们现在台湾在开车的民众 其实是年纪还蛮大的 有一些人可能他也有慢性病 所以他们可能不懂了这个药品 他分级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概念能够生死母亲 然后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 也是希望是说 跟药师工卫合作以后 我们能够让这个药师特别 我们是全国民众健康的守护者 近年也发生过 因为驾驶服用具有安眠的药物又上路 造成无辜民众损病的事件 面对长期驾驶交通工具的民众 在领药时 药师若能进行详细专业的卫教 期许能避免药物带来的隐性伤害 并扩大全国民众相关危机意识 中秋节即将到来 松山区蓬城里举办中秋节联欢晚会 结合文化就在巷子里 台北打击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还有丰盛的美食以及摩采品 并且颁发奖学金 鼓励里内优秀学子 活动热闹非凡 振奋人心的鼓声 炒热现场气氛 松山区蓬城里中秋晚会 结合文化就在巷子里 由台北打击乐团带来精彩演出 里长准备了丰盛的摩采品和美食 以及各式各样的摊位与渐渐活动 吸引大批里民新家带卷前来参加 让蓬城公园是热闹非凡 我们里长办了这个活动真的很热闹 我们有油饭有炒米粉 然后有素的米粉 然后也有贡丸汤 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等一下我们八点会有摩采 然后我们今天又有文化在巷子 就是有表演 等一下有音乐可以饗宴可以听 一面听然后一面吃东西这样子 我们里长办这个活动 都比其他的里都还要好 他每年都在办 只是说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 三四年没有办了 所以今天的里民特别的踊跃 谢谢我们忠家常德的采访感谢 今天因为是中秋节的前夕 那因为三四年来 大家都备受疫情的影响 然后呢都是觉得都是很低埋的情况下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呢 就请每年都有在做的庆生会 长者的庆生会 还有一些准备更多的吃的喝的 让大家呢来出来充满这个家节的气氛 一起来提起兴趣 而且呢今天又有申请在 文化就在巷子里 那觉得都不错啦 因为大家看现场来看是很踊跃 当然呢能提起很多的兴致 我就很用心的就是说 要把这个节目给 这个节日给撑起来 晚会中还特别颁发奖学 今天表扬里内优秀学子 并且准备生日蛋糕 给里内的寿星长者 而位在里内的西松高中 新上任的校长陈亚萍 也前来参加 现场的盛况也让校长感受到 里长举办活动的用心 我是今年8月1号 然后出任 新任到西松高中的校长 我姓陈 我叫陈亚萍 那很开心 有机会到民生社区 跟各位好朋友 还有前辈呢 一起为这个地方的教育做一些努力 那我过去20年的时间 是在师大附中服务 那今年第一次来到西松高中 觉得非常的荣幸 也觉得西松是一个小儿美 然后同学啦 然后师长啊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那当然啦 我们的里长在我们的当地的生根 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学子的照顾 真的是不遗余力 我们非常感谢里长 给我们所有的资源 还有我们对学生的帮助跟照顾 那希望可以在跟里长的这个互相的合作之下呢 能够把我们这个社区高中呢 这个在地的教育能够办得更好 让更优秀的学子都留在我们这个社区的高中来就读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过来 可见的里长在当地这个办活动是有口碑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里民的参与非常非常热烈 饮食啊 各方面我想长辈好像都享用非常开心 所以可见得我们的那个里长办活动深入民心 在我们里里面经费非常的少 那刚好我们这边就全里都在都更 那我就利用时间跟所有的建设公司跟他们请益 然后就要他们来敦亲牧林 那将这些 每年我都要求他们的十万块 每个单位十万块 我们就缴交到趋空所去 然后再来有本体的在学子地 大学国中高中都有 来颁发每年不一样那个金额的奖学金 我们大学生是五千块 高中生是三千块 国中生是两千块 但是呢有一个限定的额度 如果说入围了 那每一位奖学金最少最少都可以拿到一千块的奖学金 跟里长发的奖状来鼓励他们 每年中秋晚会里长都会精心安排 不只要办得热闹 也要办得丰盛 就是希望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 里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团聚在一起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踏游骨鸡祖孙一起来的活动 邀请65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 一起走访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及新方春茶行增进彼此的互动和感情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女 来到市定三级古鸡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透过解说人员生动的说明 认识古鸡的历史文化背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踏游骨鸡祖孙一起来活动 邀请65岁以上长者和孙子女 走访大同区特色古鸡 活动还安排绘本说故事 以及互动游戏 鼓励祖孙一起参与 增进彼此的互动与情感 为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以支持理解友善 打造师之友善环境 邀请区内古鸡庙宇 共同加入师之友善组织 提供友善的服务 这次的活动由孔庙新方春茶行 以及新文化运动馆 活动期间也加入了代监的活动 由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 活动的内容有说故事 绘本及手作等共荣式互动 欢迎失智者、长辈们及家属 放名参加一起游大同 今天这场活动 我希望可以透过 这个讲凌望爷爷的故事 然后来增进祖孙之间的一个交流 让大家也知道 其实东路也很早以前 是在我们这里的圆山 其实离我们这里也不是很远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故事 可以让这些长者 回想他过去 可能小时候 或者是他长大一点 来到动物园的回忆 那我们透过绘本的讨论 还有简单的劳作 那透过劳作可以帮助长者 帮助他的手 可以灵活的运用 并且跟他的孙子 一起来完成这个好玩的劳作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绘本 透过劳作来玩一场 寓教育乐的一个活动 大同区古迹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 和建筑艺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透过趣味的方式 邀请祖孙同乐 他有古迹 阅读在地文史 一起发现大同区的在地魅力 很感谢我们 健康服务中心能够有这种活动 让一些老人 像现在有的 可能有的年纪大的人 他们也会自己来参加 来参加这个 做增加一些知识 还有跟小朋友的互动 都是不错的 参加这个活动 有没有就是有帮助到 你跟孙子的互动 应该帮朋友 算是可以 蛮好玩的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趋势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 各种乐领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饮法族的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1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法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 数位平权政策 实现科技普惠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 协会礼办公处 开设影法数位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起探索数位科技的乐趣和便利 看起来怪怪的 可以跟我们大姐提醒一下 这边他说因为有交通违规的罚款 那基本上我们交通的罚款 不会用情绪来通知 所以这个如果有看到 哦哦有交通违规 要你要求到这个连接去交款 千万不要去连开 这位大姐收到一封可疑的讯息 正愁不知怎么办 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出疑点 确认这是诈骗简讯 要大姐千万别受骗上当 其实这样的例子 时常出现在你我 以及周遭亲朋好友的生活当中 要如何在资讯科技时代 享有便利性 且不受诈骗损害 也是大众需要学习的课题 我们台北市我们一直在推动 让很多的长辈也能够学会使用 不只是3C产品 从一开始可能对于数位科技 有一些抗拒害怕 不熟悉到慢慢了解 甚至爱上能够使用 那我想我们在台北市这边 我们其实在过去 我们有透过单点课程的教训 来进行相关的课程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充足 我们长辈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也谢谢资讯局 社会局 大家共同帮忙 也谢谢我们各个学校 包括同学 包括我们社区热心的礼并 以及很多NGO团体 大家共同努力 我们提供及时协助解决问题的小帮手 我们叫做数位的帮手计划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让长辈能够 不只是听课 同时当他有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透过小帮手 来给他解答 带着他操作 然后慢慢让他有好的体验 好习惯 并且让使用数位科技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过去 大家一定都有经验 我们协助长辈 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帮他都设定好 下载找各种App 但是有时候长辈用了 还是会跑回来说 这边安大友 到底要怎么使用 更方便 那甚至我想也不只是 我们引发热灵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也要时常寻求我的小帮手 我的儿子 他刚上博中 现在很多在操作上面 他比我要快 熟练 而且很了解最新的一些科技型的App 所以我想不断的学习 都可以让很多不同年龄族群朋友 能够更方便有效的使用 这些数位科技 所以我也要再次感谢 我们各位同学老师的协助 今天我们也会颁发感谢状 就是想谢谢大家 透过我们邻里 透过桥房首席师协助的方式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持续享受精彩的人生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数位平权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协会 礼办公处开设银法数位课程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数位科技的乐趣和便利 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参与 使用数位科技带来的方便性 今年嘉欣里也有承办 我们台北市政府资讯局这些 教导银法阿公阿嬷 来丑用手机课 那大家其实最开心的 就是能跟得上时代进步 然后学习到这些 其实我常常跟他们说 可以跟自己家里的孙子们 去做这个连结 让他们知道 阿公阿嬷其实是不会落后的 那大家最欣赏最喜欢的 例如说这次会有一些 尤其LINE的课程 我想是大家最常 最普遍使用 那这一次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台北市也借由这个机会 来推广台北通APP 那我们也会鼓励说 市府一定要加深推广 这个APP的功能 让这个长辈 未来能透过这个台北通APP 能多加使用 来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政策 和市府推广的一些各项活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 例如说这个电子支付 我想这个大家 都觉得很好奇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可以用这个BB 就可以做这个支付 尤其现场老师们 都有带去7-11 实际的操作 我想这个部分 的确是一个很棒 就是不只是在这个课堂上讲 甚至实际带到超商去实作 我想这个都是一些 很棒的课程 所以未来当然 我们都会很希望台北市政府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 资讯推广的活动 可以多拨一些经费 多让各个许多 例如说我们台北市 456个里 都能够全面普遍的去推动 我想这个是非常 让更多 让更多阿公阿嬷 都可以接受资讯评权 我们平常会办一些 数位保护所的课程 然后呢 他就是会 因为现在假讯息其实很参考 就是会有一些 教你如何辨别假讯息 只是像我们的 平常简讯里面 都会有一些连结 其实长辈 就想说 阿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与其未缴 或者是我是不是 或是他会觉得 阿这个感觉优惠很厉害 然后他就会点进那个连结里面 这其实就掉入了 假讯息的陷阱 他里面就会教你 填线身份证字号 或是你的手机号码 这样其实他的个人资讯就外露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会积极地推广说 要如何辨别假讯息 然后要如何看到这个讯息 他其实就会提高警觉说 阿这感觉是假讯息 那我要如何去辨别 数位平权成果展中 可以看到市民不分年龄 皆能拥抱数位生活 青年的创意很热忱 可以带领长辈们 金融科技 展现数位平权化 也是市府重要的实证目标 记者问郡张旗腾台北不到 为了逐步迈向近邻城市 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 2023永续台北循环城市 进化论论坛与特展 邀请15家循环经济厂商 展示相关产品 并且透过论坛议题分享 鼓励产业界从近邻永续的角度思考 如何调整转型商业模式 也呼吁市民从消费端给予支持 用蒲草制作的草吸管 不但可以取代一次性的塑胶吸管 使用后即可回归自然 这是由咖啡厅业者研发的环保吸管 强调自然循环的做法 让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大感兴趣 因为它是植物 整只都是植物 所以就不需要去重复清洗 店员也不确定会不会洗得干净 然后再来就是它植物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丢橱鱼桶 所有的餐饮业者一定会有橱鱼桶这个选项 所以它不需要再去担心说 我一定要丢到垃圾桶里面 或者是哪边要怎么回收 固定回收什么之类的都不需要 你就算它丢一般垃圾 它烧完之后也是变成很纯的碳 它就是回归到土地里面 我们讲的循环是自然的循环 它没办法载利油没有错 但它就是从土地生出来 然后它就又再回归到土地里面 这场在西门喉喉举办的 2023永续台北循环城市进化论论坛 与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除了鼓励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形态 从禁令永续角度思考 也呼吁消费者共同支持 一起来当永续关键人与守护者 我们都知道说 现在整个全球都是以2050年 禁令当作一个目标 但台北市我们自己定的阶段性目标 比较高 我们在2030年就必须要减碳40% 所以事实上每场活动都非常的有 它的意义 就是一个很大的倡议 就大家知道说 从所谓的禁令跟永续的概念 从早期只从环保的角度 到现在整个产业经济 到消费形态 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 来做一个比较大的翻转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论坛很重要的重要性 就是让所有的商业 希望它的形态 商模形态可以改变 从禁令跟永续的角度来做思考 另外呢 也让倡议消费端 大家能够来支持 成为一个在台北市 我们每个人都是永续的关键人 都是永续的守护者 出席论坛的台北市副市长 林一华也以天恒事件说明 在极端气候频频发生的现代 推动永续禁令的重要性 在整个月气候一场下暴雨之后 事实上我们都必须 赶快地底下 都必须要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验 因为呢 这个下暴雨 它对我们地底下的影响 那个 这就是大家不要讲 气候变迁 能看到不只是淹水啊 能不能加水抬不掉 对于我们现在的检讨 像目前为什么造型天空云 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论坛外的循环聚落生活特展 这以十一住行四大类 展现产业永续发展亮人 鼓励业者兼彼此交流激荡 创新思维 同时让市民在走逛聚落 认识生活中 进行循环新选择 透过行动创造改变 实现循环城市 进行台北的愿景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明年基本工资将从176元 调涨到183元 调幅4% 对于开学找打工的学生来说 收入有没有跟着变多呢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八成大学生在开学后 准备投入打工行列赚钱 不过观察学生打工时 最喜欢的职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什么样的工作更受到 学生打工族青睐呢 带您一起来了解 23岁电机系许同学 具备救生员资格 是一名游泳教练 暑假期间到国民运动中心打工 靠着带团体教学一堂课400元 以及担任救生员死薪200元 单月赚进超过7万元 就有时候是会有 爸爸妈妈自己来问我说 能不能教自己的小孩 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在 因为我以前是勇队的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 就是比较 就跟一般教练不一样的观念 那可能一开始 我没有名 然后没有人脉 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我 那经过了两三年之后 有了人脉 有了名气之后 我说什么 其实家长大部分都会相信 那我的课程也会越来越多 29岁的龚云 目前是主修运动心理学的博士生 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韵律体操国寿 因缘际会下 每周透过视讯家教指导示范动作 让远在美国的台湾小学生练体操 家教时薪约1000到1500元 那通常一次上课大概会是90分钟 对 那我们会做一些热身 然后也会在空间可以的范围内 做一些手具的操作 包括球啊 彩带啊 圈啊 棍棒 这一些 那家长说 除了可以省去就是接送的时间之外 那小朋友呢 在看镜头的时候呢 他会很专心的看老师在做什么 然后老师会看小朋友的动作 然后给他及时的回馈 而不是现场教学 抓着小朋友的身体 然后去做到那个正确的动作 所以小朋友他要经过自己去揣摩 然后才会达到那个标准 教练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 这样子的辛苦得来的效果 也比较不容易忘记 贝拉从身上大学开始就很积极打工 最离奇的一次赚钱经验 是和同学玩真心话大冒险 被要求在包养网站上注册账号 后来要把账号删除 却意外看到一位中年男士传讯给他 以时薪一千元代价约他吃饭 奔着对于人性的好奇 我就觉得这样的想法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有 你因为花一千块请别人跟你吃饭 也不要去 跟朋友一起去吃个大餐这样 然后我就过去了 我就去赴约了 可是我还是很担心很害怕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定位的软体 定位APP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要去那边吃饭 如果说假设我一点没有回你的话 你就帮我报警 然后我在哪边吃饭这样 然后可是我还有在那个第二层防护 就是那个我在请朋友在附近的朝上等我 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朋友 因为我怕这个朋友突然手机没电 或者朋友突然在接电话什么的 所以我就是有双扯的防护 然后后来就吃饭 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发现他就是一个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哥 他现在他那个目测应该四五十岁 应该四五十岁 然后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哥 然后来跟我讲他的故事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八成的大学生在开学后 准备投入打工家教的行列 不过观察学生打工时 最喜欢的职务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而另外有三成三成遇到不合理的对待 而有高达七成会选择资认倒霉 忍气吞声 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打工兼差 或者是家教呢 其实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依序来排名的话 当然第一名还是希望增加零用钱 第二名则是希望增加家庭生活的收入 第三名他们则是希望 能够有些储蓄的空间 第四名是希望能够增加职场的经验值 而第五名则是希望通过打工的过程中 学习到专业的能力 那其实在现在通膨物价上涨的这个时代 能够希望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基本工资加会最多的 就是领时薪的这个族群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调查结果中 他们这个打工的内容如何 根据我们的结果 他们其实在每周平均 大概是有17个小时以上的工时 也就是换算起来 每周大概是打工三个小时左右 而他们的平均的时薪 其实是比明年我们预计调高的 基本工资再稍微高一点点 明年基本工资会调到183元 那他们现在平均的打工时薪 是187元 而用这样的薪资去换算的话 每个月可以增加大概12,900的收入左右 那目前来说 其实有65%的打工族 他们领的都是最低薪资 所以其实最低薪资的这个水位 已经连续八年的增加了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是能够增加收入的一大福音 那他们选择的打工的项目 大概是哪些内容呢 其实在过去我们听到打工 很多都是去端盘子 也就是所谓的餐饮的内场或外场 但是在今年调查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趋势 就是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单纯的工作 以及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 更加重视了 所以目前在我们调查当中 有过半的同学 希望能够应征的是 行政助理的打工工作 排名第二受青睐的 则是比较 也同样是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的 补习班的助教人员 这两者一个超过五成 一个超过四成 都遥遥领先第三名的餐饮打工 餐饮的外场内场 大概只占了19.4%的学生 是希望能够往这个方向找打工 那我们做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有三乘三 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学生 在打工或是家教的时候 遇到过他们觉得不合理的对待 比例最高的 其实当然就是还是跟钱有关 加班费没有发放 大概有47% 他们在刚刚这三成之中 有47% 遇到的是这种状况 那其次则是可能是 比较言语暴力的情况 也就是比较激烈的责骂 这个大概也有 在刚刚的这个三成三之中 又有近四成的人 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其余依序则是工作分配不均 还有没有劳健保 这件事情则是已经触犯到 法律的界限 不管是雇主 或者是即将求职的 这些准备找打工的人 可能都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你只要超过了三个月之后 的话 你就可能必须要强制雇主 必须帮打工的人 也要做劳健保的家宝 黄凯元表示 大学生在就学期间打工 除了可以减少经济压力 最大的好处是透过工作 累积实务就业经验 学到时间管理 团队合作 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提升未来就业的紧争力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又发生有民众被密封遮伤的意外 基隆传出有五名登山客 遭到上百只土风叮咬 其中一个人一度休克 经过送医急救后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而新北市动保处 也前往栽除蜂窝 带回重达20公斤的蜂巢 医院急诊室陆续送来 遭到密封遮伤民众 伤者手臂发黑 皮肤泛红 院方紧急处置 民众一行五人 25号上午要去登山见走 10点45分 行津基隆天外天 牧原时 就看到一群蜜蜂在地上 一行小心翼翼绕开 却被攻击 包括手部 腿部 颈部 和脸部 多处被遮伤 陆续出现红肿 刺痛情形 他们是遭到风症 那有些过敏跟休克的状况 其中上人状况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 那有一个个案 他是有休克 而且现在的生命象征是稍微 有点危险 那我们在现场的医师呢 也给予一些急救 跟生压的药物 还有抗过敏药物先做治疗 那目前这4名患者 都持续在观察中 伤者到孕后 仍然惊魂未定 案发现场都是蜜蜂 突然就飞起来攻击他们 全身都被咬 完全不敢动 没有我们那个是 静静地从他的旁边过 想要不要惊恼他走过去 因为他那个路是那个小小的路 结果他们还是都多 由于案发地点 在基隆和新北交界处 新北东保处中午前往巡查 并在下午3点半找到 土峰完成栽除作业 土峰大部分都在地上 如果遇到的话 差不多20 30公尺的话 有看到一堆土 很新 挖出来很新鲜的土 我们尽量就不要靠近 赶快撤离 不然的话他那个蜜蜂的话 他人一靠近我们身上有体位 还有穿黑色的 他最喜欢钉黑色的 所以最危险就是黑色的 衣服帽子 针对黑色的什么风都一样 所以尽量要避免 去山上的话 逼不得已去的话 真的要不要穿到黑色的 东保处也强调 秋季为斧头风 凡直期最为凶猛 攻击性最高 呼吁民众不要前往 人烟罕至 从林区 避免惊扰到风群 记者黄绍铭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特别拜访市政府 参加由市长谢国良 主持的交流座谈会 并且邀请乔治亚理工学院 亚太区执行长詹恩斯敦 分享国际物流与供应链 发展趋势 谢国良表示 短长期都定定有合作计划 期盼引进物流及供应链 管理课程 引领基隆物流及供应链 产业发展 这次合作主要有两个方向 短期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 研讨会后就可以跟 乔治亚洲理工学院合作 这些对于这些专业人士 有协助有帮助的相关课程 长期因为基隆港是 我们台北的国门 也是航运过运的一个重镇 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也希望 他的一些知识跟规划 所以这几天他会陆续拜访 重要的航运企业 港务局等等 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公开的会议 我们昨天也接待了他 让他看了一下基隆港 亲自接待来访的乔治亚理工学院教授 市长谢国良谈到 未来将引进国际物流及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界和物流产业链 相关人员参与培训课程 进而提升产业人士专业能力 教授的意思是说 2024年开始的10年 我们到底要怎么推动 这个未来的 这个供应链物流的发展 而不是用未来的30年 过去的技术跟逻辑去看待 那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讨论 可以成为未来这个基隆发展 供应链物流的一个国家 乔治亚理工学院 亚太区执行长曾石顿 特别提到 PI实体物联网未来趋势 实体物联网就是来帮助 台湾整个的物流供应链 从货车 卡车 仓库 有办法通过共享的机制 然后通过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从效率 从这个减少盼台放 以及增加供应链任性的角度 去架构下一个时代的 物流供应链的一个大环境体系 另外一个简称 大家都有用过Uber 都用过这个Airbnb Uber的诞生 如果想象用优步的这个模式 放在套载货运跟卡车 在台湾在运作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大家看到很多的这个货车 在台湾上高速公路行走的时候 其实将近一半以上 他们的使用率只有不到30%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透过一个 开放性的一个网络 可以共享 共配的机制化 可以减少物软 可以增加共配 减少成本 增加每个企业的竞争力 这是实体物联网架构的第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从基隆开始 去推动这个思维想法的话 我们将有办法把基隆港 过去40、50年前的这种的溶景 在接下来连接到未来20年 跟30年部分的话 从基隆出发 然后把这样的概念建立台湾最棒的RINE 共用电污油的RINE市里 就是我过去跟现在都在新 应该说我现在正在新学的一个新的知识 以及去理解这个知识 是否能够应用在基隆 让我们基隆的产业能够升级 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一次的目的 那也欢迎各位业界朋友 跟我们基隆一起来努力来思考 那我们也希望跟Georgia Tech 能够有高等教育课程上的合作 跟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研发 这样子的策略的一个未来的共同合作 市长谢国良强调 面对日新月一的产业变迁 座谈会之后 期望校方能够提供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课程 协助基隆航运运输等供应链 开创另一番新的荣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结合 善心人士刘先生 连续五年制赠月饼礼盒给人爱 信义成功和南龙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今年的中秋节总共制赠100盒月饼 让孩子们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过中秋 任购月饼双重爱惜战 双重爱心抛砖引玉 中秋节快到了 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号召下 包括联合慈辉以及凤凰三个狮子会和洪生意 以及洪鹤土木包工业两家公司 共同以十一万两千多元 认购基隆市联雅福利协进会手工制作的400盒中秋月饼 在转赠给社会处发送给弱势家庭 今天非常感谢联合狮子会 慈辉狮子会以及凤凰狮子会 还有洪医生洪鹤公司 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 购买了我们社福团体农亚福利协进会的月饼 来赠送给我们弱势家庭 这一份社会爱心的力量 联合的力量 能够让爱让社会更温暖更温馨 非常的感谢 市政府社会处特地办理感恩活动 由基隆市联雅福利协进会和社会处 颁赠感谢状感谢大家 由联合狮子会长郑建明 慈辉狮子会长倪富美 以及凤凰狮子会长吴美英 和洪生义及红鹤土木包工业 两家公司代表姜炳卫 分别代表收下 凤凰狮友的市议员和淑贫 参与也见证民间团体和企业满满的爱心 中秋节要到了 然后我们凤凰狮子会也响应 认购月饼的活动 我们凤凰狮子会认购了一万元 那凤凰狮子会跟其他的公益团体 我们共同认购了四百盒 募得的金额十一万两千余元 所以说在这里呢 在中秋节的前夕 除了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以外 也感谢各界的爱心 社会处也呼吁社会各界 可以选购本市其他弱势团体的 手工产品作为中秋贺礼 将爱心化为实际帮助 做工艺让中秋节更有意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市长谢果良来到 聋亚福利协进会体验做月饼 亲自擀饼皮 再包进蛋黄酥的馅料 也呼吁社会大众支持 社福团体首做的中秋月饼 市长民众忙 对 对 我们农亚学会做的月饼 对 请市长多忙 对对对 呼吁民众可以多多来选购 当然我们市府 一定会带头的来采购 但是我觉得社会福利团体 需要更多民间的力量 大家一起来投入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各位 我们等一下也请媒体朋友到这儿给个QR Code或联络方式 放在媒体的报导里面 让民众假如可以有一机会 这个发挥爱心 来更多跟我们聋亚福利协进会来采购更多的月饼 像今年的新闻科 已经有跟我们采购了 这个七八十盒的这个月饼的礼盒 那每年总统府也都有跟我们认购 那毕竟说真的 我们聋亚人士的话在外面工作 虽然说外面看起来都好好的 其实他们在找工作方面真的是困难重重 因为沟通方面这个障碍 使得我就说常知的 我常说的 小吃店的老板 他要请他去送个餐 弄个抹布 小吃店的老板可能都要再三的考虑 因为沟通不易 因为他听不到 可是其实他们可以做得很好 比如他们像做月饼 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然后每个吃过的人都说很好很赞 深藏弱势团体在生活上许多面向 需要大家的重视与关心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明年也有进一步的相关规划 那另外我在明年度 我有安排了一个社福大楼的一个计划 我是希望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团体 能够让他们比较集中的 能够办公休息 还有有一些寓教娱乐等等 那那个地点会在中正区 比较靠这个 正兵营会大楼那附近 那准备好的时候 希望再来这个欢迎 这个我们这几位协会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入住 市长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德政跟美德 能够让我们深藏者能够集合在一起 因为每个协会它的空间可能都不够 那他现在呢 市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大楼 让我们能够使用的话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让会员多了更多的一个空间 可以来使用 能够也能够增加我们的课程的一个量 还有值的方面 市长谢国良相当肯定 聋雅协会制作月饼的用心 也推荐脊髓伤者协会的手工皮质饰品礼盒 盛友协会的手工拼布礼盒 呼吁大家踊跃选购 传递中秋祝福之外 也给予深藏弱势团体实质的支持和鼓励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拿到月饼的成功国小弱势学童们 感谢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的关怀和爱心 中秋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结合善心人士刘先生 已经连续五年制赠月饼礼盒 给仁爱 信义成功和南龙四所国小的弱势学童 今年的中秋节总共制赠一百盒的月饼 让孩子们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过中秋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愿意帮助社会的人 只是没有一个适合的管道 刚好就是五年前议长他开始参选公职开始 他跟我深聊了以后 我深受他的感召 而且我也觉得想做的事情终于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出口可以去实现 所以就藉由议长来达成这样的一个善行 我觉得民意代表不只是接受民众的诚勤 以及抗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实对于行善这件事情 我们也非常的可以透过民意代表来为我们实现 每个人心中那个小小的善念 每一年三节都是特别致政离合 让他们带回家跟妈妈爸爸或家里的人一起分享 我想这份感动跟这份善心 不是我们所看到表面 就比如说一些离合 其实真正发自他的善念 他透过我其实卷助了非常多的单位 非常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我对他一直都非常的感动 虽然他看起来不像善良的人 但是只是外观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帮助非常多的人 所以一直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感动 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让更多社会的善心人士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馈社会我想是清安工给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 那也是我们民意代表从政的一个初衷 四个学校的校长和代表也回赠感谢牌给刘先生和议长童子伟 成功国小校长代表四个学校的弱势学童们 表达由衷的感谢 有成功国小 还有仁爱国小 南荣国小 以及那个心意国小 非常的感谢我们童子伟议长 还有刘大安先生 这五年来三杰都特别准备了很温馨的礼物 来送给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 让他们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佳节 非常感谢 其实不止中秋节一年重要的三个节日 善心人士刘先生和议长童子伟 已经连续五年都会置证礼盒 有时还会在家政礼券 就是希望让弱势孩子们 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九月十序中秋静 云朗天书月清明 秋果甜饼佐清茶 梁晨美景 喜欢新 中家宽屏祝您中秋节快乐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十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无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永热 内政部警政组欢欣宁 击防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以上 1 2 2 2 3